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会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 马可福音十二章 二十八到四十节 最大的诫命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亚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义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 更大的了 纳文士对耶稣说 福子说神是一位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智 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 就比一切 就比一切繁祭和各样祭祀 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在店里教训人 就问他们说 文士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 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人都喜欢听他 耶稣在教训之间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沿石上的手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今天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耶稣被试探 也就是耶稣被试探的 最后一个问题 当然也是在犹太人当中 常常具有争论的事情 非常难回答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非常注重遵守律法 他们把律法书的戒律条文 他们包括格言 禁令 戒命 律例 规条 如果加在一起的话 有613条 他们认为这些戒律 都是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提出的 因此犹太人必须 隔守这613条的戒律 违反戒律是一种冒犯神的罪恶 必然受到惩罚 尽管许多戒律 看来并不那么重要 但是拉比们教导说 无论它看来是多么微小 每一条戒律都是重要的 虽然拉比教导613条 每一条都重要 然而仍然难以避免的就是 哪一条更重要 哪一条没有那么重要的争论 因此当出现两条戒命 在同一个处境下冲突的时候 就要分别优先次序 即使暗示613条戒律当中 有哪一些比另外一些更重要 如此类推 哪一条更重要呢 当时的犹太人的确因此有不同的意见 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派别 其实这些文士 他们所提出来这些问题 是把耶稣带入到一个非常难的辩论当中 并且一旦在公开场合进行辩论 一旦有任何把柄被抓住 就可以被控告 甚至可以更严重的话 在公众面前拿石头 把对方打死 就像斯蒂凡一样 他就是在公开场合 众人就鼓动他多说话 并且收买匪徒去控告 而导致斯蒂凡最后为主殉道 在公众场合当中 回答问题真的是非常困难 回答不好 就会有生命危险 虽然耶稣面对这个危险的环境 但是耶稣依然充满智慧的回答 并且今天的回答 结束了犹太人的试探 并且并没有结束他们要陷害耶稣的心 他们找不到公开的公众的方式陷害耶稣 他们于是就开始用一些暗中的手法 去陷害耶稣 他们之后所做的一切都是见不得光的 耶稣今天的回答 把整个法律非常繁琐复杂的状态 透过简洁额要的概括了 也并且把最优先的顺序摆了出来 其实也就是十条戒命的核心 整个律法的613条 最主要的就是十条戒命 而十条戒命最核心的就是两个部分 前面所有的都是爱神 而后半部分就是爱人 如果要按照犹太人的思维 哪个最重要呢 其实爱神和爱人就是硬币的两面 理论上爱神最重要 但是具体表现这两个却是一个整体 因为爱神是比较抽象的 因为爱神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当然很多的人认为爱神就是要经常去聚会 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 这只是看得见的一些表现 但是真正的爱神 除了看得见的外表的疑问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爱人 因为爱人是最直观的 最容易摸得着的 看得见的 就如同约翰说 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人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有古卷作 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在今天的经文的三十三节也说到 并且要尽心尽智尽力 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番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 其实就是一样 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强调 爱人是更好的表现 而番祭和各样的祭司 就是外表的遗文 耶稣让他们遵守这些遗文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活出 爱神 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核心 但是犹太人 他们只停留在这些番祭和祭司 却没有实践 爱人的使命 耶稣在讲到第一要紧的爱神的时候 特别的说到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上帝几千年的呼吁 希望人们能够明白 首先说到的就是 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正因为神是独一的神 因为我们 神是独一 所以我们的爱要专一 独一性强调了我们的目标的专一 和不要分心 就像当时的迦勒和约书亚一样 他们专心跟随神 在这里面 耶稣所讲的静心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人 心代表人内在的自己 它代表了人的情感的中心 因此也有人认为 静心爱神 就是人与神有情感的交流 静心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感情 把我们所有的全人 都完全的投入进去 静心 这个性 在吕正东的翻译当中 说到是性命 表示我们对神的爱 应该是高度奉献的爱 高度伟生的爱 最高优先的爱 因为神比一切都宝贵 神也配得我们最高的爱慕 也就是说 用我们的整个生命 整个性命去爱神 静意 他的意思是精神 还有理性 如何利用理性爱神呢 信仰上帝 要指其然 也要指其所以然 不然就是成了迷信 中世纪神学哲学家 叫安瑟伦 他也秉承了 奥古斯丁的传统 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 和我相信 为求理解的格言 安瑟伦对基督徒信仰的 合理性的基本洞察时 尽管信仰在理解之先 但是信仰的内涵 仍是合理性的 这些权威性的格言 确定了信仰对理性的优先性 同时也断言了 信仰的合理性 信仰寻求理解 是成为神学的动力 神学是信仰寻求理解的 表述与言说 这也就指基于 奥古斯丁的定义 至于今天 普世基督徒传统中 最广为接纳和确认的传统 至此在这里 我们的爱神 就需要追求神的话 明白神 认识理解神的话 就是敬意 如果我们没有 在理性上的认知 我们的爱 就是盲目的 并且是没有知识的爱 在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 我们所祷告的 就是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上 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在最后的时候 要提醒弟兄姐妹 耶稣特别在这里说到 要防备文士 其实和之前 耶稣所讲到 防备法利塞人和文士的教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文士的骄傲 虚荣 其实为何人们 不能够爱神 就是人心中的骄傲 阻挡了与神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骄傲 让人的信仰只有表面 但是上帝都知道 我们要回到最本真的爱 就是放下一切的伪装 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骄傲 就是单纯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用我们的全人的情感 也用我们的整个性命 也用我们的整个意志 和精神 我们爱神 就是表现在人的身上 而不是表现在译文上面 当然 这些译文并不是要废弃 而是透过译文 这些译文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更好的爱神爱人 否则我们的爱 都不是从神而来的 只是停留在道德的层面 变成了道德升华 如果是这样 最终的审判 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耶稣在这里面 特别强调 对于他们最终的审判 说到这些人 要受更重的刑法 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 让我们全人来爱神 是对人的爱 让我们好好的去跟随主 活出那颗爱主的心 就是爱人的心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拥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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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